最近大家有沒有看到街上多了很多旗番和街站呢? 立法會選舉又準備開始 我們NTT Media 叫做新界主場 當然會和大家盤點今年新界五區的候選人 大家好 我是黃遠康 歡迎回來James Tone 康體通 日日聽候選人推銷自己都聽到悶 今天我就不會推銷任何一位候選人 我將會說的是對新界五區的選民來說 有甚麼正確是值得重視的呢? 記得免費訂閱新界主場NTT Media 在WhatsApp 5608 1508 日後有片的話就會立即傳給大家 做好了的話我們就開始了 比起以往的選舉 今次立法會選舉是新選制下第一場的立法會選舉 今次的立法會選舉 我們做選民的通常都是一人有一票 記住是一人有一票 而我們新界五區的最大特色 就是新界作為最接近我們國家的地區 新界五區的發展可以說是定下了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基點 加上新界人口龐大 香港超過一半以上的人口都是住在新界 新界五區的選情可以說是比起其他區更加重要的 先戴上頭盔 這條片講的候選人都是我今天截稿前的資料 如果有哪位候選人我讀漏了他的名字的話 希望高台貴手多多包涵 另外我這條片入面不會推介任何一位候選人 所以也都不是選舉廣告 我只會中立和中肯地說每一區的議題 首先就是新界北選區 當眾包括北區和元朗的西北部 候選人就有四個 分別是劉國勳、沈浩杰、張欣宇、曾麗文 新界北選區最大的特色就是整個選區都鄰近邊境 也就是說林太之前提出的北部都會區的範圍 而新界北和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關係 我想我也不需要多說 這兩年就說不可以免檢通關 就好像我對上一條片這樣說 健康碼完成之後 香港就要開始全面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步伐 而我們可以預見新界北選區 接下來會多了很多人出入 選民要關心的就是 哪位候選人重點關注這個轉變帶來的影響呢? 而一般市民很容易忽略的鄉郊地區 新界北候選人又會怎樣去處理呢? 之前我很關注的丁屋又有沒有討論呢? 利電問題都影響大家手上的選票是怎樣投的 下一個介紹的選區就是新界東北選區 包括大埔區的傳播範圍和沙田區 除了馬鞍山以外的大部分範圍 候選人有四位 分別是陳克勤、李子敬、黃詠浩、黃誠志 大埔沙田作為香港比較早期的新市鎮 城市規劃和商業發展都比較成熟 眨眼看當區好像沒有特別需要處理的核心議題 相對地他們就有更大的心力可以處理全港性的議題 例如是劏房議題為何特別提及劏房呢? 選區裏面只講大埔和大圍 其實裏面都有很多劏房 剛剛我提到大埔和沙田的發展相對成熟 所以不止有劏房戶 亦都有中產甚至是中高上產的人士 候選人會如何處理區內貧富懸殊 如何處理區內的資源分配 亦都成為了他們很重要的一個課題 下一個介紹的選區就是新界東南選區 包括西貢區全部的範圍和馬鞍山 部分小力園和部分的延州國 候選人有三個分別是 李世榮、蔡明熙和林素惠 西貢區並不是只有大家想起的碼頭旅遊區 其實西貢區還包括將軍澳區 我都服務了將軍澳一段多長的時間 見證區內人口的急速發展 但區內的交通、基建工程一直都發展緩慢 候選人會如何督促政府解決這項民生議題呢? 而馬鞍山面對的情況都非常類似 由於馬鞍山區算是比較年輕的新市鎮 加上這十年都有很多上車盤的落成 人口都是急速膨脹的 加上屯馬線的開通 在區內出入的人有增無減 那就好考候選人對馬鞍山的發展有甚麼規劃 接下來介紹的是新界西南選區 當中包括葵青區和荃灣區 候選人有三個分別是 陳恆斌、陳詠恩、劉卓瑜 荃灣和葵青其實是香港最老的新市鎮 人口亦都是這麼多個新市鎮中最多的 社區的議題真是你說得出的都有 無論是劏房、交通、舊區重建 還是冷門到海水問題、貨櫃碼頭等等 都夠這班候選人有排望 這區的選民就要留意候選人的政綱中 有沒有涵蓋到以上的問題 找問題不難 但怎樣去解決問題才是最難 到底候選人有沒有就這些議題 提出具體的建議 整個新界西南選區這麼多的議題 候選人其實都不可能解決所有問題 到底他們聚焦的議題 又是不是你心目中重視的議題 這個就會成為各位投票的考慮因素 最後就是新界西北選區 當中包括屯門區全部的範圍 以及元朗區南部 候選人有三位 分別是周浩鼎、田北辰、黃俊朗 一說起屯門大家會想起甚麼呢 如果我說屯門公路呢 屯公、塞車這個議題已經成為了城中熱話 如果有同事每天上班、下班都必經 屯門公路每天早上因為塞車而遲到 我想連老闆都不敢罵得太大聲 候選人又有甚麼計劃去處理這個問題呢 而屯門也是整個香港西北區發展相對較為成熟的新市鎮 選區入面同樣是甚麼人都有 甚麼議題都有 候選人會怎樣善用新界西北的特性 令到新界西北可以有更多的發展呢 各位選民就要密切留意了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今年11月發表講話指出 要將民主選舉、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 各個環節貫通起來 不斷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 更好保證人民當家作主 香港的新選制改革正正就是再次發展香港的民主選舉 令到香港的民主更加適合香港的實際情況 而新界五區作為最接近國家的地區 香港將會怎樣融入發展國家的大局 就有賴各位選民手上的一票 12月19日各位記得出門投票 我是黃遠康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來自招呼 你